你好 欢迎收看1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花莲市清洁队大年初四开工 收取家户累积夺日的垃圾 市长魏佳燕一早就到清洁队 制赠开工红包给队员们 感谢他们为花莲市环境清洁付出的心力 农历春节过后 首日清云垃圾量高达170.07吨 魏佳燕提醒大家 花莲市清洁队从26号起 恢复夜间晴云垃圾 请乡亲们配合做好垃圾分类 花莲市清洁队大年初四开工 收取家户累积多天的垃圾 市长魏佳燕一大早前往清洁队 制赠开工红包给队员们 感谢他们为花莲市环境付出的心力 春节这几天 其实今天也到清洁队来 慰绕一下我们所有的队员 跟我们所有的同仁 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在春节的这段期间 那一直收垃圾 然后又一下就满了 然后又回来下垃圾 然后又清洗车又出门 那不断的重复了 至少一天至少两趟 那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在新的一年 嘉宁也特别准备了一些小红包 给我们所有的同仁 给他们添个喜气 那也祝福他们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那另外我要感谢 麦当劳的杨正道董事长 他在每一年都捐赠了 在开工这个期间 每一年都捐赠了我们麦当劳的一个早餐 那有看到我们的汉堡跟一些鸡块 然后还有一些热饮 那真的很感谢麦当劳的杨正道董事长 每一年都重复的做 这样然后慰绕一下我们清洁队员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说 我们清洁队员的工作非常的辛劳 那我们所有市民如果看到他们 请给他们加油打气 那也祝福我们所有市民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麦当劳花莲店也连续多年 制正清洁队新春开工早餐 看到我们这些清洁队的大哥大姐们 为我们市民这样努力付出 然后维护我们的市容清洁小地由衷的感佩 所以每年在开工的时候呢 我们就表达一些小小的心意 送上一些热腾腾的这个餐点 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清洁队员们 他们能够活力满满 然后继续努力的工作 那在这边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华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农历春节前小年夜和除夕垃圾量 合计达146.09公顿 资源回收量为97.91公顿 而开工日当天垃圾量高达170.07顿 26号起恢复夜间垃圾清运 请乡亲在丢垃圾前要做好分类工作 大家一起力行环保爱地球 介络会欢迎时报道 大家订阅一下 互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